库玩乐团来马开唱 大批粉丝疯狂抢购演唱会的门票 短时间内便一扫而空 最后网络上就涌现了黄牛票 原本1288令吉的勘台区门票 竟然被推高到43000令吉 让通讯级数码部部长法米直呼太过分 法米已经指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对黄牛票的广告采取行动 以及要求平台营运商撤下相关的贴文 至于高价出售黄牛票一事 法米也已经要求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 进行监督 因为这是属于内贸部的权限 同时他将把这件事带入 下次的内阁会议讨论 另外法米也希望民众通过合法的管道 购买演唱会门票 要避免成为黄牛党的受害者